在生活中常常会有误区 家长会问大夫 肺炎和脂肌管肺炎 或者脂肌管炎是一回事吗 实际上肺炎和脂肌管肺炎是一回事 我们比较简略地说 就一般经常是肺炎 就说是肺炎 实际上和脂肌管肺炎是一回事 完了 但是我们肺炎一般是分的几种类 肺炎性肺炎 一个就是肺炎性肺炎 一个就是肩脂性肺炎 我们有时候按病程分 是急性肺炎 慢性肺炎这样分 脂肌管肺炎 一般就是急性感染性肺炎 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细种 和病原体像细种 肺炎练球种 流感是血感种 这是我们常见的肺炎感染 但是肩脂性肺炎 是我们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一种 志愿体肺炎 比较常见 它的改变就是肩脂性肺炎的改变 所以肩脂性肺炎的 就是临床表现出现的潜伏期 比较长 临床表现比较晚 所以往往会引起 就是耽误 来的时候就比较 已经比较重一些 还有一种是 免疫性的这种肺炎 像风生免疫的这种疾病 往往融化 就是耽误 感谢观看 这个是耽误 可能是脂肪炎' 但是肩脂性肺炎 也就是耽误 好